明明是最大的盛世,一外国人来中国却说,不出百年,中国要拜王了,在历朝历代那些有作为的皇帝每个人都对自己治理下的国家十分有信息,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永远是世界第一所谓盛世,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 大唐盛世是真因为那十万国来招,包括小日本在内的邻国都对中国崇拜不已,所以鉴别一个盛世,是真是假,要看外人的说法,局外人总是清醒的,当世界各国都来朝近,怀揣着虔诚而热烈的心情,他们渴望来到中国,甚至渴望成为一个中国人中国人。 无论走到世界,哪里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满足这些这才叫盛世,否则所谓盛世不过是自己册封,得罢了清朝的盛世,就是如此统治者,一厢情愿地将盛世,记载在歌颂他们的史册里,却没想到远离京城的百姓,过的是怎样艰苦的生活,他们要承受那么劳苦的生活和繁重的负益,而这样一个表面上是盛世的时代, 其实内部却已经腐朽不堪,甚至已经到了崩坏的边缘,康贤盛世是我们古代中国最后一个盛世时期,有一本书描绘了这样一个时代,但是饥饿的盛世,所讲的,并不是人民生活的有多么好,而是盛世局面下所隐藏的危机。 政治腐朽败坏的政府,而且当时还有矛盾,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所以马上康贤盛世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便士,波涛汹涌的衰败迹象,按道理来讲乾隆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连战争都很少的年代,怎么可能非常衰败呢? 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而且政治局势看起来非常稳定,到底有什么问题,导致了体系内部土崩瓦解,原来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统治者们太自信了,他们根本看不起别国的文化科技,幻想自己十分强大无坚不摧,根本不用学习其他民族的垃圾文化书不知,自己在国际中的实力早已不复往昔,一落千丈,乾隆当上皇帝之后, 一开始,他有一套十分周密的管理体系,也勤于朝政,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文化科技水平,早在乾隆盛世两百多年前的时候,麦哲伦都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别的国家几乎都在发展,而且西方国家的实力都在爆炸性的增长,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了改革, 增添了新的东西去除了原来的糟粕,使得国家实力得以精进,反观我们中国乾隆的盛世乾隆自许实权,认为他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是古往今来的千古一帝,他幻想在他的治理下,开创了一代盛世,百姓非常富裕国家十分强盛,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象,所谓盛世,的背后隐藏着衰败的迹象,正如明朝,不是因为崇祯才灭亡时则亡于万历皇帝一样, 大清朝也不是,因为宣统皇帝才灭亡导致清朝败亡,的恰恰是最大盛世,温情面沙下的,颓废而危险的气息也许, 只有当时的局外人,才能把中国的局势看得真真切切,在1793年的夏天,英国的一群访华团队,带着各自的好奇心向中国出发, 他们知道,有一本书上,写道中国暖地是黄金这本书便是马可波罗游记,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这本书的作者, 大部分,都是瞎且的马可波罗实在是太能吹了,把中国都夸到天上去,了他娘惠的社会,几乎都可以比肩天朝了就这样, 这一群英国人被骗,来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没想到的是,原本书上所说中国人都是穿着绫罗绸缎的景象没有出现, 反倒是看见了一群穷困潦倒的民众英国人,看到他们如此的销售,甚至有些就像是木杆子一样,好像风一吹就能倒式的, 他们甚至一度怀疑这里,是否是中国英国人看到这些穷困的人们,想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英国人,大多都是挺着个啤酒肚,而且都非常胖, 哪里像中国人一样,两眼空洞无神衣服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连英国的乞丐都比不上一个英国人回国写了本书书上说, 清朝所谓的盛世是不存在,的也许不到百年这个国家就要败亡了, 清朝的败亡在于乾隆,其实如果英国没有发展工业革命, 他们现在的生活估计也好不到哪去,但是他们的统治者明白革命才能发展, 所以他们的人民有了美好的生活,在18世纪时期和乾隆时代同一年代的英国农场的一个普通员工, 一天都有三顿饭去吃,而且他们对于早餐晚餐都有明确的要求, 如果收成好了还可以吃上新鲜的猪肉, 眼下这群中国人怎么比他们甚至连饭都吃不起吃上, 一块肉的情景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 英国的使团还看见了一群被奴役的民夫他们体型销售明显是营养不良, 而且还干如此繁重的活,怎么可能吃胖, 而且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自己的权利, 只是像机器一般服从命令,像是一个个牲畜, 一般被奴役,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康权盛世, 这才是真实的当时中国人的生存境况, 一个不思进取的国度, 无论先天基础再好, 眼中将会被世界抛在身后最终由盛世图转集下走向败亡, 感谢观看,